来源映射生活的身影 胡锡进我不建议一些有钱人往美国移民 即使去了也是二等公民 3月11日晚上 胡锡进突然发文呼吁大家不要去美国移民 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 胡锡进告诉我们 他不建议一些有钱人往美国等发达国家移民 就算你有钱去了那边 周围的人对你磕磕气气 那你这辈子也依旧是二等公民 所以胡锡进就觉得 我们作为中国人就必须接受上天的安排 要为了传承中华文明而骄傲 要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强盛 跑去美国寄人篱下只会是下下策 不过胡锡进也是借这件事来说 农夫山权创始人钟闪闪儿子移民美国一事 毕竟很多人都在说这件事 胡锡进就表示 钟闪闪儿子钟数子加入美国国籍 是法律的允许的个人自由 我们可以不喜欢太移民 但不能拿这件事去抨击钟闪闪 去抵制农夫山权 这样的做法是非常不理智的 还有人说 钟数子作为农夫山权未来的继承人 到时候农夫山权那么大的资产 就会变成美国的资产 胡锡进就觉得 这是一个极端假设 不太可能成真 因为农夫山权未来未必就是钟数子的 就算钟数子继承了农夫山权 但农夫山权还在中国 他还是要继续招聘中国的员工 继续为国家纳税 并且很多大型的跨国公司 基本上都是外籍的高管 简单来说 胡锡进还是想 我们不要拿这件事来攻击农夫山权了 希望农夫山权这次的舆论尽快过去 当然他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就是反对中国的有钱人移民去美国 但有一点 我觉得胡锡进说得很对 我们身为中国人 就应该想着为国家做出贡献 让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 所以我们去支持娃哈哈 去支持国货也是没有错的 却下来说 我不是说 他也是用来说 他会去吃法 却下来说 宣伤 我看你 觉得 不是 我 保重 乖 还 未